周三 美国总统川普对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不满 涉及情报部门对朝鲜和伊朗局势的判断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中二线国会表示 朝鲜不太可能放弃所有核武器 而是将继续违背无核化承诺 他还说伊朗核协议还在发挥作用 而伊斯兰国仍是威胁 周三 川普发推文表示 当涉及到伊朗的危险时 美国情报人员似乎极其被动和天真 他们错了 也许情报人员应该回学校重新学习 周四在白宫答媒体问时 川普还表示 他将在下周宣布 二月底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举行第二次峰会的地点和日期 川普并重申 美国已经取得了对伊斯兰国作战的胜利 而伊朗核协议没有效果 美国去年已经退出 他并于周四在脸书上转发了一篇英文大纪元文章 同时提到 主流媒体想让我看上去像是在反对情报机构 我没有 这篇文章是由斯蒂芬·罗杰斯投书英文大纪元 他是美国退役海军情报官 前FBI全美联合反恐工作队成员 现任川普2020选战顾问团成员 罗杰斯的文章题目是 对情报界持怀疑态度是一件好事 他在文章中说 在做出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关键决定之前 对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评估的质疑 恰恰是谨慎的领导者应该做的事情 新唐人记者王宇因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